可以不行 我觉得相信你 自己家里你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也可能家里的房子不要了 我可以卖给你 还是廉价 你男朋友怎么说 他现在怎么说呢 说 这房子不归他 现在是我的 我必须给自己一个家 我没有房子 我什么没有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七年了 那么这次闹矛盾呢 也是因为很平常的小事 难道七年的情感 就禁不住一次小风浪吗 要说王先生家人 不进情意也就罢了 可怎么连王先生也只认钱呢 怎么这么理所当然的 就归为己有了 就好像你欠他们家一个 什么账回人情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这点我特郁闷 吞郁闷就说什么 我又说不出来 因为在法律上 这些都是归别人的 是你自己主动给的 你们俩在北京两个人相处 两个人矛盾 说要不要分手 在谈到这些事的时候 肯定要谈到钱的事 先谈到钱 先谈到钱的事 就两人分手 先把钱谈清楚 对 然后呢 这个钱的事 你突然发现 根本没法谈清楚 没法谈 之前你的付出 他们家不认账了 全都翻了 不认了 那你给你男朋友的这些钱呢 你不是还不认钱放给他呢 他说了 现在不给 要分手 什么都没有 下面呢 我要请你男朋友上场 因为他们的这次矛盾 王先生一直住在河南老家 今天王先生听说斗鱼是要参与我们的节目 他也觉得是时候该把问题说清楚了 于是王先生也来了 可是当我们的主持人让他上场时 他却有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他不愿意谈钱的事 是不是他真的心里有愧 不敢面对呢 王先生能否上场 和斗女士当面说清 这钱的归属问题呢 经过我们现场导演的劝说 最终王先生决定上场 好 下面呢 我们请你男朋友上场 好 有请 你好 你好 请坐 刚才了解一下您俩的情况 认识七年 在一起相处的是三年 是这样吗 对 刚才我一听 你女朋友跟我讲的一些情况 我们都觉得他挺有委屈的 怎么借钱借钱 还借出了这么多的愿 好心办坏事了吗 我倒没感觉 因为钱的问题